金星灵日是众多可预测的天文现象中,其中一个最罕有的天文现象。金星灵日是成对出现的。一对内的两次灵日相距只有八年,但每对之间相隔超过一百年。 上一次金星灵日发生于2004年,而于2012年6月6日的一次,将会是本世纪的最后一次。 下一次将发生于2117年,金星灵日发生时,太阳表面会多了一颗细小的黑点,缓慢地由太阳的一侧边缘移往另一侧边缘。 整个过程持续超过6小时。 2004年的金星灵日,金星灵日是指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行星金星直接从太阳的前方越过,成为太阳表面的可见岸斑,并且遮蔽一小部分太阳对地辐射的天文现象。 当灵日发生时,从地球可以看见金星是在太阳表面上移动的一个黑色岸斑。 这类灵日的时间通常以小时计。 2004年和2012年的金星灵日持续的时间都超过6小时。 灵日类似于月球造成的事实。 虽然金星的直径几乎是月球的4倍,但是因为它比月球更远离地球,并且通过太阳前方的速度也比月球慢。 因此以在太阳前略过时形状更小,速度更慢。 通过观察金星灵日,科学家可以利用视差的原理计算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 要安全地观察金星灵日,可以采用和观察日偏实时相似的保护眼睛措施。 如果不做安全保护措施就直视太阳表面光球的话,会迅速对眼睛造成永久性的严重伤害。